在做網拍服飾 那目前已經短型成官方的品牌 是販售女性的日系服裝 一方面我一直有在接觸行銷這一塊 我也知道我很多東西是不足的 我沒有從基礎學起過 所以我覺得GNMA對我的幫助會是很大的 我們在創辦這個官網品牌之前 我們是在Yahoo!的平台上 是一般的也很像網拍這樣的品牌模式 那其實在不管是Facebook或是Google上面的廣告投稿 甚至SEO我們從來沒有碰過 那我們這時候一次把所有產品轉移到官網時 其實在行銷上面是處處碰到瓶頸 這時候我也才開始去尋找說行銷上面的課程 去讓自己更知道怎麼去操作的 其實我自己是有在接觸行銷然後又來上這兩課 所以其實我每次上完課 我就直接回去把我所學的全部做一遍 遇到的問題就馬上狂問GNMA說 欸我哪裡好像怎麼樣可以幫我解決 欸這狀況是在怎麼樣 我覺得專案實作的差別是在我上完這堂課 然後我直接回去做的時候我可以馬上上手 我覺得這差滿多的 因為其實理論上跟真正實際操作 甚至是怎麼使用這些工具是兩回事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整個從行銷上面的思維 完全就是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待 我自己覺得我變得比較像行銷人的角度去思考行銷這件事情 而且在因為GNMA最重要的是成長派客行銷的這個模式 這個其實在以前我從來沒有聽過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在行銷的領域是更進一步的摸索到更多東西 Facebook投广我們一開始投其實CPC或是CPM都蠻難看的 那時候老師看到欸怎麼會這麼高 我想說欸原來我們這麼高 我一直以為大家都這麼高 對那時候我就跟下課就直接跟老師做討論 然後還有給我很多建議 然後像是Google的Upromise 就是我從來也沒聽過這個工具 然後也是課堂上會覺得欸好酷喔 我這個應該有這種做法 然後我就一直拿去公司那邊直接馬上試用 我覺得我會推薦給是沒有行銷底子的 你可能真的不太懂 或是像我這樣有點似懂被懂的人 可以去好好來探索行銷這個領域這樣